明文丽是假的 五日六成根本就不存在 为这些东西造业 造业 你要不能够住过来 他有业报 业报就是三土 是六道 统统是假的 你不知道是假的 好像就真有 就像做梦一样 在梦中境界 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在梦中有苦有落 醒过来之后一场苦 我们这个梦要什么时候醒过来 醒过来就是到其乐世界 醒过来 你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没醒过来 没有脱离舍法界 你没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舍法界跟六道都没有了 也就是 你至少回归到 粗诸二诸佛萨 你到这个境界 这个时候真点 离苦的路 六道苦 舍法界苦 离苦 回归到极乐世界 给诸位说 诸佛如来的 舍法图 都是极乐世界 我们学净土的人 讲极乐世界 就是 阿弥陀佛的 舍法庄园图 华严经社所讲的 是皮诺德纳佛的 是宝主 都是极乐世界 那个里头没苦 苦乐都不存在 我们讲的那个乐 乐也是苦 乐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讲的清楚 乐是 苦暂停的时候 你就得乐 苦乐都没有的时候 那是真乐 千万不要误会 极乐世界很快乐 那个地方什么苦都没有 那很快乐也是苦 快乐是什么 乐叫做坏苦 他不能长久 不能永恒 无常 所以 古人还有一句话 说得好 乐极生悲 都变化了 苦乐都没有了 就没有变化了 那叫真乐 真乐 真乐里面 才能够于 法界虚空界里面 一切 有情众生 就是 迷而不救的众生 与他们感应到久 他们有感了 你就能应他 应你什么神得度 你就能显什么神 这叫自在 虽然应身 在设法界也好 在六道也好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自己居然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真了不起 我们帮助人 起心动念 佛菩萨帮助人 不起心不动念 这不好懂了 帮助人 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对这种事情 多少年 都没有办法 搞清楚 只能够随顺 今天所说 足是大德的 注解 讲讲 讲了 我们自己要怀疑 听的人 能不怀疑吗 实在说 我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看到江本博士的水尸印 才真正明白了 才晓得了 众生感有念头 佛菩萨印没念头 为什么没有念头能感呢 因为他一提 就是此地价的 平坚一如 感应道教的速度 快啊 我们无法想象 就像弥勒菩萨 告诉我们 一坛值 有三十二亿 八千亿 也就是 一坛值 有三百二十兆 念头 这一坛值 有三百二十兆的念头 这从实践上讲 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看到大臣 大臣教里面 佛有说 不生不灭 一坛值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的念头 可以说他 不生不灭 他没有生命 是不是真的没有生命 不是 他有生命 太快了 你 你找不到 那么就是不生不灭 我们搞了几十年 才明白了 把这个疑惑 摆脱掉了 不再疑惑 但是 那不是自己经济 是谁的经济 佛在大臣教里面 告诉我 八地以上 他真的 那是他的经济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十一地是等九 再上去 叫妙觉位 这五个位 为次的 他们的经济 也就是 五十二个 菩萨的等级 最高的五个 是他们的经济 他们知道 你说他们那个心 进到什么程度 这么一点点 很短的时间 那个威胁的念头 他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凡夫 没法子 六道里头 没有人能知道 四身法界 也不知道 阿罗汉 皮治佛 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都不知道 他们能够知道 也就跟我们一样的时候 从佛经里面 得到的信息 自己没真的 所以不得受用 那这一句的提示 太重要了 心外无法 我们从哪里下说呢 从业势同仁 我们对待 所有一切众生 有情的众生 无情的众生 换句话说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无 平等看待 要跟 要跟对待 自己一样 自他不耳 透这个话来说 自外无他 他外无子 心外无尽 境外无心 我们常常这样 把我们的亲近心 念出来了 把我们的平等觉 念出来了 这个功夫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司徒生哪一土 给主说 生十报专业土 不是生在凡神通一土 也不是生在方便忧郁土 别人分人物 我不再分人物 这境界提升 如果我在境界里的还分人物 人分人物 我也分人物 自己要求 我们的境界没有提升 还是反复 还是在这里搞烦恼 你的公恨 没有进步 学佛学一辈子 云地 他不 这个不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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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